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的岳母占卜吉兄 得到了这一段谱词 意思是凤凰飞翔 名声嘹亮 归姓的后代将要被姜姓养育 这个家族到了第五代就要昌盛 地位和正卿一样 到了第八代以后就没有人可以与之争强 在这一集里 我们就来讲一讲田氏家族发展壮大的历史 根据宫阳传的记载 公元前708年12月21日 陈国国君陈桓公突发封闭 逃离宫殿后不知去向 直到第二年正月初六 清大夫们才在宫外找到陈桓公的尸体 陈桓公的弟弟公子驼趁着国内动荡不安 杀掉了太子缅 然后自立为君 公元前706年8月 太子缅的三个弟弟公子月 公子灵 公子楚教与蔡国人合谋 又杀了公子驼 公子月的母亲是蔡国宗氏之女 因此蔡国人拥立了公子月为陈国新军 视为陈立公 陈立公即位的时候 似乎与两个弟弟达成了某种协议 立公去世后 由公子灵继位 视为陈庄公 陈庄公去世后 又由公子处旧继位 视为陈宣公 就这样 陈立公之子公子丸始终没能继承父亲的军位 公元前672年 陈宣公想立宠鸡所生的公子款为太子 杀掉了太子御寇 公子丸与太子御寇的关系十分友好 害怕受到牵连 于是出奔齐国 齐桓公听说公子丸贤德 想任命他为亲 公子丸推辞道 我这个寄居在外的小臣 有幸能够安身 已经是您给我的恩惠了 岂敢再担任这么高的职位 于是齐桓公任命公子丸 担任管理百公的公正 公子丸本来就是陈国的公子 以陈为事 到了齐国之后又以田为事 史记所以认为这是由于陈田二字 古英相近的缘故 田丸担任公正之后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招待齐桓公饮酒 天色渐晚 酒性大发的齐桓公吩咐田丸 点上蜡烛继续喝 田丸辞谢道 臣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 不知道晚上陪酒 恕难从命 齐桓公听从了田丸的谏言 结束了这场酒席 因为这件事 田丸恪守礼仪的名声在齐国流传开来 诗人评论说 酒宴是用来成全礼仪的 陪同国君完成礼仪 不让国君喝酒过度 田丸的行为称得上是仁义了 田丸去世后 接下来的两代田氏组长都默默无闻 直到田丸的曾孙田虚吴担任组长时 田氏家族才开始活跃于齐国政坛 公元前545年 田虚吴参与鸾高两家发动的政变 驱逐了掌控齐国朝政的庆氏家族 公元前532年 田虚吴的儿子田无宇又联合鲍氏组长鲍国 击败了鸾高两家 关于这两场政变的具体细节 我们在前两集中已经讲过 因此本集不再重复叙述 田无宇用较大的私人粮气借出粮食 用较小的公家粮气收回粮食 借此施舍恩惠 对于国中的贫困孤寡刮者 田无宇直接亏赠粮食 这与娇奢营益 压榨百姓的骑警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齐国百姓对田无宇爱之如父母 归之如流水 驱逐鸾高两家后 田无宇又和鲍国一起瓜分了鸾高两家的财产与土地 齐国尚大夫燕英不愿看到田氏家族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于是对田无宇说 谦让是一种美德 您一定要把这些财产和土地上交给国君 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夺之心 所以强行取得利益只会引来纠纷 顾及道义才能胜过别人 田无宇表示同意 他把鸾高两家以前从别人那里倾夺的财产土地物归原主 然后将剩下的部分上交给齐景功 除此之外 田无宇还拿出一部分属于自己的封地 送给那些没有封地的公族成员 随后田无宇申请退休 齐景功把高堂赐给他作为养老之地 田无宇引退之后 齐子田开继任田氏组长 公元前516年 齐景功派遣公子楚田开率军讨伐鲁国 3月 齐鲁两军在吹笔交战 鲁国正清继孙义儒的家臣冉树一箭射中了田开的手 田开十分恼怒 于是破口大骂 冉树向继孙义儒报告说 齐军之中有个人皮肤白皙 须眉黑而密 长得像个君子 却很会骂人 继孙义儒说 那一定是子强 史书中关于田开的记载很少 只留下了一个相貌斯文却很会骂人的形象 田开的族人田壤居因为善于用兵 被齐景功任命为大司王 田氏家族在齐国政坛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田开没有儿子 他去世后 齐地田起既任田氏组长 田起一方面继续执行失会于民的策略 另一方面结交晋国的范氏 中杭氏 隐为外援 齐国上清国下高张 想抑制田氏家族的势力 于是在政坛上排挤大司马田壤居 最终田壤居被免职 郁郁而终 田起虽然怀恨在心 但还是选择了隐忍 等待报复的时机 公元前497年 晋国爆发内战 范吉义 中杭营被元帅智利击败后 盘踞在晋国东部继续顽抗 在田起的请求下 齐景功介入晋国内战 救援范氏与中杭氏 然而范氏 中杭氏依然节节败退 到了公元前490年春天 范吉义 中杭营再也撑不下去了 于是逃往齐国 这年九月 齐景功病重 景功唯一的嫡子早妖 众多数子中 唯有年少的公子徒受到宠爱 齐景功曾经像牛一样 把绳子咸在口中 让公子徒牵着走 公子徒不慎跌倒 把齐景功的牙齿都拉掉了 景功却毫不在乎 如子牛这个词就由此而来 景功想立公子徒为太子 又怕亲大夫们不赞成 于是太子之位一直空缺 如今齐景功病危 才终于下定决心立公子徒为太子 把他托付给上亲国下与高章 然后把其他公子迁到来地去住 9月24日齐景功病逝 国下与高章共同拥立公子徒几位 10月 其他公子担心性命难保 于是纷纷出逃 公子家公子居公子前逃往魏国 公子除公子阳生逃往鲁国 齐国的很多亲大夫并不拥护公子徒 他们与府政大臣国下高章的关系十分紧张 田氏组长田启 趁机煽风点火 让矛盾进一步计划 公元前489年6月23日 田启报幕率领诸位大夫发动政变 占据了公公 国下高章听说了此事 立刻率领私兵赶赴公公 与大夫们的私兵在装结交战 田氏家族收买人心的策略 此时发挥了作用 许多国人选择支持田启 主动攻击国下与高章 最终国下高章寡不敌众 出逃国外 大夫谚语 贤师由于支持国高两人 也被赶出了齐国 8月田启偷偷派人前往鲁国 迎接齐景宫的数子公子杨生回国 把他藏匿在家中 10月24日田启召集群臣议事 声称已经另立新军 然后让公子杨生出来与群臣见面 报市组长报幕酒喝多了 因此最后一个赶到 报幕的家臣报点质问田启 另立新军 这是谁出的主意 田启见报幕喝醉了 于是随口打道 是你家主人出的主意 报幕听了这话 惊得酒也醒了 连忙否认 说道 各位难道忘记 先军当如此牛的事了 为什么要违背先军的一命 报市家族在齐国的势力不小 因此报幕这话 说的也是相当有分量 他这么一说 群臣又开始犹豫了起来 公子杨生见情况不妙 连忙向报幕 下摆磕头 说道 您是遵行道义的君子 如果我当了国君 不会因为刚才的话而杀掉您 如果我当不成国君 想必您也不会杀了我 凡事合乎道义则进 不合则退 今日之事 我岂敢不遵从您的命令 无论是费还是利 只求国家不要发生动乱 这就是我的愿望 报幕被这番话说动了 叹息道 先君之子立哪个不都一样吗 随后表示同意另立新军 与田启等人结盟 公子杨生正式即位 视为其道公 道公将公子图安置在赖地 然后对田启说 没有您寡人也不会有今日的地位 然而国君和器物不一样 不能有两个 其道公这话表面是在说公子图的事 实际上是在敲打田启 田启听了这话之后 赶紧哭诉道 国君难道不信任我吗 当初齐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我考虑到公子图年上 难以处理国家大事 因此才决定为国家寻求年长的君主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还以为新军或许有容人之量 不然公子图有什么罪 我何必要行费力之事 为自己招货 齐道公听了这话 打消了对田启的猜忌 至于公子图 齐道公还是不肯放过他 道公命令大副珠毛 把公子图从赖地迁往台地 在半路上杀掉了公子图 除掉公子图之后 齐道公又开始猜忌豹目 豹目心怀不安 他对齐道公的兄弟们说 你们谁想有牵胜的马车 打算煽动这些人推翻齐道公 不料有人向齐道公检举此事 于是道公派人对豹目说 有人说您的坏话 寡人需要调查一下 请您暂且带上一半的家产 前往路易居住 如果调查之后 发现情况属实 您就带上这一半的家产 离开齐国 如果纯属无告 寡人就请您返回国都 如此宽松的处理方式 让豹目放松了警惕 他表示愿意配合调查 带上一半的家产 离开了国都 哪知刚刚出城 就接到齐道公的命令 只允许带走三分之一的家产 走到半路 又接到第二道命令 只允许带走两辆马车 刚到路易 豹目就被人绑了起来 送回国都后 处以死刑 当初齐道公在鲁国的时候 鲁国正清 祭孙匪把妹妹祭姬 嫁给了他 后来齐道公被填起 迎会齐国 祭姬则留在了鲁国 如今祭道公的军位 已经稳固 准备把祭姬接到齐国 谁知在此期间 祭姬和自己的叔叔 祭房侯勾搭成奸 鲁国正清 祭孙匪感到十分为难 不敢把祭姬交出去 祭道公却不依不着 非要戴上这顶绿帽子不可 他见鲁国不肯把祭姬送来 于是出兵讨伐鲁国 攻占了欢地和产地 鲁国正清 祭孙匪没办法 只好交出了祭姬 齐道公见到祭姬后 心花怒放 立刻把清占的欢地和产地 还给了鲁国 然而事情还没完 齐道公讨伐鲁国的时候 曾经邀请吴王夫差 一同出兵 如今齐道公与鲁国讲和 也派遣使者到吴国 去取消之前的邀请 吴王夫差发怒 对使者说 去年齐侯邀请寡人 今年又取消了 寡人不明白齐侯到底想怎样 因此决定带着军队去讨教一番 公元前485年2月 吴王夫差率军北上 与鲁珠潭三国军队会合 共同讨伐齐国 齐国的清大夫们早就对刻薄寡恩的齐道公感到不满 如今齐道公又因为一系列荒唐的举动招来兵货 更是加剧了清大夫们的怨恨 3月14日清大夫们联手谋杀了齐道公 然后向吴王夫差发出副稿 希望吴王能就此退兵 然而吴王夫差不吃这一趟 他在军门之外为齐道公举哀 声称要为齐道公报仇 继续讨伐齐国 吴国大夫徐成率领水师 从海陆袭击齐国后方 但被齐国水师击败 吴王夫差选择暂时退兵 向鲁国发出明年再次联合伐齐的通知 吴军撤退后 晋国元帅赵央也率军讨伐齐国 攻占了离地和原地 拆毁了田氏封地高唐的外城 田氏家族遭受打击 在政坛上的地位也有所动摇 国高两家趁机恢复了权势 国下之子国书 高张之子高无批出任执政卿 雍丽道公儿子公子仁即位 视为齐剑公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84年 为了报复鲁国去年协助吴国的事 国书高无批率军法鲁 这年春天齐军抵达鲁国都城屈腹郊外 鲁军出城迎战 鲁国正清继孙肥让家宰然有率领左军 右军则由孟孙和继的儿子孟孙智率领 齐军向鲁国右军发起进攻 右军统帅孟孙智切诺未战 导致右军军心涣散 迅速溃败 不得不撤回城内 另一方面 燃友率领的左军与其军鲁鲁鲁鲁鲁鲁剥对质 左军士族不敢越过壕溝进攻其军 樊池担任燃友的车诱 对燃友说 士族不能过高 是因为不相信您 请您再三申明军令后带头过高 于是燃友身先士族 整个左军也跟着他越过壕溝发起进攻 燃友让士族手持长矛冲向其军 其军阵行大乱随即败逃 然有请求追击 继孙肥害怕齐军有诈 因此没有允许 这年夏天 吴王夫差再次率军讨伐齐国 吴国有五军的编制 即中军 上军 下军 左军 右军 吴王夫差这次出征 除了左军留守国内 其余四军集体出动 五月 吴军抵达鲁国境内 与鲁军会合 向齐国发起进攻 连续攻占博地与营地 大敌当前 以国书高无批为首的齐国清大夫 积极应战 田氏组长田启却另有打算 他想利用这场战争 清除掉政坛上的竞争对手 田启让弟弟田书 作为田氏家族的代表 随军出征 自己则留守国都 齐军出征前 田启意味深长的对田书说 你要是战死了 我一定能在齐国得志 田书感慨道 这次出征 我只能听到禁军的鼓声 而听不到收兵的鼓声了 至于其他随军出征的清大夫 大多怀有必死的决心 公孙夏让自己的部下吟唱丧月 东郭书把自己的情送给了友人 并且说 我们不会再见了 只有公孙辉比较乐观 他对部下说 吴国人头发短 砍下他们的脑袋以后 不容易携带 你们每人准备一根八尺长的绳子 到时候用绳子把吴国人的脑袋串起来 5月27日 齐吴两军在爱陵相遇 齐军由国书率领中军 高吴批率领上军 宗楼率领下军 吴国则由吴王夫差率领中军 须门朝率领上军 王子孤曹率领下军 展如率领右军 吴王夫差命令上右下三军 分别进攻齐国的中上下三军 自己的中军则作为预备队 齐国的中军击败了吴国的上军 吴国的右军又击败了齐国的上军 两军陷入胶着 这时吴王夫差将自己的中军投入战场 齐军终于抵挡不住 权限溃败 齐国上清国书 以及大夫公孙夏 吴秋明 田书 东郭书等人被俘 吴王夫差下令将他们全部处决 吴军缴获齐国战车八百辆 斩下了三千颗甲氏的首级 为了体现自己的慷慨 吴王夫差将战利品以及国书的首级 送给了鲁埃公 然后率军回国 爱陵之战的惨败 沉重打击了国高两家 国市组长国书被杀 高市组长高无批被追究战败的责任 在政坛上失事 填起利用弟弟田书的牺牲 避免了公众的指责 实现了在政坛上得志的目的 不久之后 田起去世 其子田衡继任田氏组长 齐检工任命田衡为左相 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 看旨为右相 公元前481年 田衡的族人田逆 犯了杀人罪 被看旨逮捕 田衡派人给监狱的看守送酒 灌罪了看守 田逆趁机杀掉了看守 从监狱里逃了出来 看守十分恼火 打算对田衡发难 看守与家臣田豹进行商议 这个田豹是田氏的庞之书祖 平时深受看守的信任 看守对他说 我打算把田衡那些人 全部赶出齐国 然后让你继承田氏 你觉得如何 田豹推辞的 我只不过是田氏的庞之 没有继承田氏大宗的资格 况且不服法度的人就只有几个 何必要驱逐所有的人呢 田豹退下后 立刻向田氏组长田恒报告了此事 田恒决定先发制人 5月13日 看守正在宫中陪侍齐检工 田恒兄弟八人前来朝见 看守打开宫门 出来迎接田氏兄弟 哪知田恒等人进去之后 就立刻关闭宫门 把看守挡在了外面 田氏兄弟闯进宫中 让齐检工到卧室里逼一逼 检工怀疑田恒等人叛乱 于是随手抄起身边一柄歌 准备与他们格斗 太使子虞劝阻道 田恒并不是要对您不利 他只是想帮您除害啊 齐检工这才作罢 被挡在宫外的看守 召集自家私兵强攻攻门 田恒以齐检工的名义 调动宫内卫兵进行反击 看守战败逃离国都 最终在封丘被人抓破 田恒命人杀掉看守 齐检工得知此事 担心自己也会遭到田恒谋害 于是逃往燕谷 田恒派人追赶 在苏州拘捕了齐检工 6月初五日 唯恐夜长梦多的田恒 杀掉了齐检工 另立检工的弟弟公子奥 视为齐平公 至此田氏家族彻底掌控了齐国的国政 田恒对刚刚即位的齐平公说 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 由您来施行 惩罚是人们所厌恶的 由臣去执行 随后田恒通过司法手段 铲除了一大批清大夫家族 齐国公族之中势力比较强的成员 也全部被诛杀 公元前476年 田恒把安平以东的土地 化为自己的封地 田氏拥有的封地 变得比国军直辖的领地还要大 公元前468年 晋国元帅智瑶 率军讨伐郑国 郑国人顽强抵抗 让晋军疲惫不堪 田恒率领齐军救援郑国 智瑶听说齐军士气旺盛 感觉有些心虚 于是率领晋军撤退 当年晋国六清之一的中航营 此时正跟随齐军出征 有一个打探情况的人 回来报告中航营 说 晋国人打算出动一千剩的兵力 来袭击我军 准备把我军全部歼灭 中航营立刻向田恒汇报了此事 田恒毫不畏惧 说道 我军出征前接到的命令是 不要追赶明星的士兵 不要害怕大批的敌人 即使禁军的兵力超过一千剩 我也不会退避 于是田恒率军继续前进 抵达郑国时 发现禁军已经撤退了 中航营因为轻信错误的情报 遭到田恒斥责 中航营后悔失言 感慨道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流亡国外的原因了 君子谋划一件事 对开始发展结果都会在事前考虑清楚 然后才付出行动 如今我对这三方面都不了解 就贸然向上级汇报 怎么能不碰壁呢 晋国元帅智瑶帅军撤退后 派人对田恒说 您的家族源自陈国 十年前 陈国被楚国消灭 据说是郑国从中挑唆造成的 寡军命令我讨伐郑国 是为了调查陈国灭亡的原因 您既然身为陈国的后裔 那么理应为陈国的灭亡而感到悲哀 如果您都觉得田氏家族的根被刨掉是件好事 那么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田恒听了这番挑衅的言辞 勃然大怒 咒骂说 喜欢欺凌别人的家伙都没有好下场 治疗这种人怎能长久 公元前456年 齐平公去世 齐子齐宣公继位 齐宣公初年 田恒去世 齐子田盘继任齐相 田盘派自己的族人担任齐国各个成义的大副 将信齐国至此名存是亡 公元前453年 晋国的韩诏卫三家联合灭掉了智家 瓜分了智家的封地 田盘与晋国三家互通使节 试图结束其晋两国长期敌对的局面 然而晋国三家并不想和齐国和好 公元前441年 晋国与越国结盟 共同入侵齐国 根据清华简 细年的记载 齐国在此之后就开始修筑 西起平英东至狼牙的齐长城 用来防御晋越党国 公元前430年 晋越宋三国攻齐 晋军攻入长城高瑜之门 岳王诸沟 宋后招攻 也在齐国东部边境 击败齐军 不久之后 齐相田盘去世 齐子田白继任齐相 公元前413年 田白率军反攻晋国 摧毁皇城 公元前411年 岳王诸沟去世 田白打算趁机对越国用兵 田白的儿子田和劝阻他 先军曾经立下一命 吴公岳 岳蒙虎也 因此不能贸然进攻岳国 田白不以为然 说道 虽然岳王诸沟是头蒙虎 但他如今已经死了 田氏的谋臣萧子 也劝阻他 岳王虽死 但他的教化犹在 陈明勇猛善战 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田白只得作罢 田白去世后 齐子田道子继任齐相 没过多久 田道子也去世了 齐弟田和继任齐相 公元前405年 田氏家族发生内讧 领秋大夫田慧发动叛乱 投靠了晋国 齐相田和派军攻打领秋 晋国三家共同救援领秋 双方在龙泽展开激战 齐军大败 晋军一共缴获了2000辆战车 战后晋军清点齐国阵亡 将士的尸体 共计三万人 赵氏将领孔卿 把这些尸体 筑成了两座金官 谋臣宁月认为这样做不妥 劝说道 这三万具尸体 不加以利用 实在太可惜了 不如退兵三十里 让齐国人前来收尸 这样齐国府库里的钱财 就会因为安葬死者而耗尽 孔卿问 万一齐国人拒绝收尸 那该怎么办 宁月说 率军出征作战 不能得胜 这是罪一 士兵活着出去 却没能活着回来 这是罪二 不肯接纳牺牲将士的尸首 这是罪三 有了这三条罪状 百姓就会怨恨君主 国家就会上下提心 如此一来 齐国将再次蒙受打击 这年十二月 齐宣公去世 齐子齐康公继位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404年 齐国还没有来得及 安葬阵亡将士的尸体 就遭到了禁月联军的进攻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 齐向田河首先以割让建阳 聚领两地为条件 向越国求和 越王义允诺 于是岳齐鲁三国在鲁国祭门之外 定立盟约 随后岳王义进入鲁国都城参加宴会 鲁木公为岳王驾车 齐康公担任岳王的参上 羞辱了齐鲁两国的国军 岳王义终于兴满一组的率军撤退了 与此同时 晋国三家的军队已经攻入齐长城 包围平英 田河派遣向子牛率军抵御禁军 随军出征的齐国大副阔子 对向子牛说 晋国三家攻打我国 是为了求取名声 不如把齐侯送到禁军的大营里 借此换取禁军撤退 另一位大副吴亥子听了这话 立刻博士道 我只听说过有割让土地 牺牲自己来保全国家的 从来没有听说过 把国军交给敌人来换取和平的 向子牛不听 依然采纳了阔子的建议 向田河请示 田河予以批准 就这样 刚刚受过越国人羞辱的齐康公 又被迫前往禁军大营 向晋国三家求和 然而晋国三家 并不像岳王义那样好糊弄 他们很清楚 齐康公只不过是田河的傀儡 因此要求与田河本人地结合约 最终田河与晋国三家派来的代表 在临滋雍门之外结盟讲和 盟约规定 齐国必须放弃领秋 并且今后不得再修长城 晋国三家带着齐康公 一同朝建周威列王 并且敬献这次伐旗战争中抓获了俘虏 朝建仪式结束后 齐康公被释放回国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403年 周威列王正式册封韩诏卫三家为诸侯 史称三家分禁 公元前391年 田河把齐康公迁到海滨 只给他一座城作为使役 两年后田河与魏武侯在卓泽会面 魏武侯答应帮助田河请求周天子的册封 公元前386年 周安王正式册封田河为齐侯 史称田氏代齐 七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379年 齐康公在海滨去世 将齐彻底断绝祭祀 明镜封田河